我们今天来讲一下符合维生素B有哪些比较好的品牌 符合维生素B的产品也是非常的多 但是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符合维生素B的产品都有一个通病 就是维生素B1通常选的是硝酸硫暗 就是吸收率最低最差的那一种 所以这类的产品通常会给你大计量的添加维生素B1 就是这个硝酸硫暗 添加的量高达你每日所需的20倍30倍40倍 给你们看个例子 这个呢还是亚马逊上卖的比较好的一个符合维生素B的品牌 这个牌子我就不说了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维生素B1的成分和这个含量 你想想看一个本身就很难吸出的东西 你还要大量的吃 你胃肠的负担会不会太重 所以这种传统的符合维生素B呢我就不推荐了 因为我实在是不满意 我自己呢挑了四个产品 只有四个啊 这四种呢记性都是相对比较新的 好吸收好消化 生物利用率高 我花了很多时间才挑出来的 建议点赞收藏再观看 OK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生命花园Garden of Life 这个牌子的 My Kind Organics系列的 Be Complex Once Daily 一天一次的一个符合维生素B 如果你本身更倾向于吃有机产品呢 那么生命花园的这个有机符合维生素B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它是从有机的水果蔬菜里面提取的 市面上有很多的维生素会说啊 我这个产品呢是来自于有机的食物 但是呢却没有列出来原材料的这个来源 生命花园这个牌子下面的这个My Kind Organics呢 是把它这个产品用到的所有的 有机的食材呢全给你列出来了 包括有机的苹果柠檬石榴 有机的西兰花 有机的菠菜等等 来源是相当的丰富 这个产品还有一个亮点呢是 它这个产品里含的维生素B12呢 是从酿酒酵母里面提取的甲骨案 这个形态的B12呢是有直接的生物活性的 它不需要经过肝脏代谢 不需要进行生物转化 可以直接被身体利用 而且这个产品呢是经过USDA 美国农业部官方认证的有机产品 作为普通消费者呢 我们购买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放心 它在亚马逊上呢是卖的比较好的一款 符合维生素B 是亚马逊精选产品 有8000多个评价 综合得分呢是4.6颗星 有91%的人呢给出4星以上的好评 第二个依然是生命发源 Garden of Life这个牌子 但是呢是另外一个系列 Witamin Code的 Raw B Complex 原生态符合维生素B 这个产品呢是以20几种 有机的水果蔬菜为基础 经过发酵得到的原生态的 符合维生素B 这个产品用到的有机蔬菜水果的种类呢 没有第一个那么的多 种类呢也不太一样 但它除了那8种维生素B之外呢 它还含益生菌和消化酶 理论上讲呢吸收会更好 它的维生素B12呢 也是有生物活性的 可以直接被身体利用的甲骨胺 它在亚马逊上也是卖的不错的 也是亚马逊精选产品 有一万多个评价 综合的分呢是4.8颗星 有95%的人呢给出4星以上的好评 生命发源Garden of Life的 这两款符合维生素B呢都是相当不错的 第三个New Chapter的 Co-anzyme B Complex Co-anzyme是辅酶的意思 这个产品呢是发酵的 辅酶形式的维生素B 因为B组维生素呢通常是以辅酶的形式 参与体内糖蛋白质和脂肪的代谢 所以这个辅酶形式的维生素B呢 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呢是最容易吸收的 New Chapter这个符合维生素B呢 是一个很独特的产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的原材料呢是有机的草药 不是我们常见的水果蔬菜 它的原材料呢包括 五味子、刺骨加牛制 金和欢、山楂黄旗 姜黄、羊柑橘、马卡等等 这个产品呢八种维生素B呢都含有 都是从这些发酵的草药中得来的 这块来自于草药的符合维生素B呢 在亚马逊上评价还挺高 也是一个亚马逊精选产品 一共呢有将近500个评论 综合评分呢是4.7颗星 有94%的人呢给出4星以上的好评 但这个产品呢有一个问题 因为它是一个草药的混合物 如果你正在吃某些药物 或者是你本身有某些健康问题 吃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可能会和你正在服用的某些药物呢 有反应有冲突 或者呢会引起这个过敏反应 所以买之前呢最好找医生 或者是懂中医的人呢咨询一下 看能不能吃 对于身体健康没病没灾的人呢 拿它补充维生素B 做一个日常的健康保养呢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四个是个加拿大的品牌 AOR AOR Advanced Bee Complex 它的主要成分呢都是成功合成的 但是它在剂型的选择上呢 是很讲究的 选的都是那些有活性的 好吸收的剂型 这个产品的一大亮点呢是 维生素B1呢 它选的是本磷硫胺 Banfotamin这个剂型 这个呢是维生素B1 比较好的一个形态 这个剂型本磷硫胺呢 也是国外很多质糖尿病的 医生推荐的一个剂型 这个产品的第二个亮点呢是 它还含胆碱和基醇 胆碱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呢是 促进脂肪代谢 防止你得脂肪肝 基醇就是原来的维生素B8 它的作用呢和胆碱差不多 也是加速脂肪的分解 防止脂肪的过度积累 胆碱和基醇这两样东西呢 在其他品牌的 符合维生素B里面呢 是很少见的 通常是没有的 这个产品呢在亚马逊上评价呢 也是相当不错的 有将近400个评论 综合评分呢是4.7颗星 有93%的人呢 给出4星以上的好评 是人工合成的符合维生素B里面呢 相当相当不错的一个产品 这个呢是我自己挑出来的 比较好的4个 符合维生素B的品牌 你购买符合维生素B 产品的时候呢 可以做个参考 OK这期节目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